各位大家好,我是Mr.Soul 欢迎你再次回到我的频道之中 首先,很感谢大家过去时间里一直对我的支持 鼓励,以及对影片的点击 甚至将我的影片推介给你世界各地的朋友 在这两三天都有不少的世界各地的网友 刚刚接触到我的影片 从而去订阅,甚至去分享 充心地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在这里献上充心充心地感谢 亦都当大家是朋友 所以都将我自己的事情和大家分享 说说我昨天外父在沙田的威尔斯医院 安长地过了身 他今年已经去到八十多岁 生命走到完结的一刻 亦都在一个很安静的很平安的环境里面去离世 回到天家 所以我未来这几天可能都会少一点出片 主力去处理他的身后事 安排桑礼等等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体谅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刚刚有了第二个电影 话说有一种论调 就是说这一套电影是一种粉丝向的电影 粉丝向的电影 即是以姜濤、柳颖亭、毛顺君、彭秀 为他们的粉丝为主导 拍这一套电影 感觉上纯粹是喂饱粉丝 有一种这样的看法 而今天我也想去回应一下这种看法 首先如果只是拍给粉丝去看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喂饱粉丝呢 也会不会是直接等于是喂牢取暖呢 我自己就绝对不认同 首先退一万步来说 假设真的是粉丝向 这一套电影真的是粉丝的主向 这样的情况下 票房也有这么好的成绩 足以见到这个广大粉丝群的威力 再说 就算是粉丝向 也不会影响到一出电影是好是坏 好的电影就是好的电影 不会因为是不是粉丝向 而导致一套电影是好或者不好 所以在这里就要说什么叫做好电影 上次在我直播的时候 也和大家分享过什么叫做好戏 什么叫做演得好 而今天也和大家说什么叫做好的电影 首先我自己就是读戏剧出身 我自己就不是读电影出身 所以都是略知皮毛 在这里也和大家抛砖引玉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板和我互相交流 第一件事 我觉得一套好的电影 就是必须有一个好的剧本 因为所说的就是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如果一个剧本不好的话 就算导演演员或者后製有多好 都是没用的 所以最近我也是为了支持香港的另一套电影 于是亲身入场去看了这一套电影 是一个节奏都很明快的一套电影 亦都有很多特技效果的一套电影 但可惜的是剧本真的很弱 以至到纵然在一个千军万马 子弹飞来飞去很多特效的情况下 我都不止一次是看标 这个问题就是出在剧本身上 所以一个好的剧本真的来得挺重要的 而刚刚有了第二个是否一个好的剧本 我觉得会是一个好的剧本 我怎样定义一个好的剧本 就是它讲好一个故事 能够将一个主题带给观众 而这个主题也是会令观众有共鸣 我相信戏里面无论是方程、子弦、美逢的角色 都会令观众和自己有一些联想 所以我会觉得剧本已经做得很好 第二就是终于有好的故事框架结构 起承转合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对白 都是会出事的 我举个例子 在ViuTV里面有一套剧集叫I-SWIM 我相信在听频道的可能也有 不少朋友也有看 我亦都出过几个影片去讲这个剧集 但是当我越看的时候 我就发觉 在对白里面的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白除了讲文学性之外 亦都要讲可演性 意思就是那个角色 拿到那些剧本的对白之后 他是不是能够生活化地 能够讲得出口呢 还是那些对白 如果你当作一个字幕 放在影片里面 或者当作声音 问题不是很大 但如果你要演员 就着角色去讲某些对白的时候 他会不会觉得突压呢 又或者他不觉得突压 观众听起来会不会觉得突压呢 这个就是讲的编剧的技巧 而彭秀卫不单是一个好的故事框架 在对白的处理方面 亦都是非常生活化 是你和我都会讲的一些对白 都会讲的一些内容 所以有好的剧本 再加上有好的对白 已经是成功了一半的了 再下去就是有演技 你看到在电影里面 无论是《无信君》 又或者是谷德超 又或者是《罗永昌》 又或者是《罗永昌》 又或者是《姜濤》 又或者是《柳应亭》 等等沈家琪 不同的演员 都是发挥一些很好的演技 没有特别是去 show off自己的演技 就是很愚实地 很诚实地 很坦诚地去演好角色 所以一个不温不火 欺负到好处的演技 亦都可以帮助到 一个好电影的出现 再下去就是说导演 导演的角色 可能大家都未必很清楚明白 简单来说 就是要去一个制作的方向 然后就带领着一个制作 无论是舞台剧 或者电影不同的单位的负责人 去向着这个方向进化 在一个计划里面 在一个执行之中 在一个后制里面 都是贯穿着整件事 而我觉得彭秀慧 亦都是一个很好的导演 不单是一个出色的舞台剧的导演 今次用电影的形式去讲故事 亦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所以彭秀慧导演 能够在这个电影里面 有一个这么高度 这么广泛性 以及这么深入性的参与 以至到这部电影 你都觉得是挺 彭秀慧作品的感觉 无论是他那个主题 又或者是那种演出的形式 风格 你都会看到有彭秀慧的影子 是没有问题的 反而是有自己一些个人的特色 再下去的是灯光 音响 音乐 配乐 服装 化妆 剪接 最后就是宣传 而我的观察 就是觉得不同的部门 都能够同心协力地打造这部电影 以至到这个电影 能够以一个这么高质量的水平 去呈现给观众的面前 说真的 是不是粉丝向 我的观察 无论是我在电影院里面的观察 有甚至在我的影片留言里面的观察 我都看到 都有不少姜濤 以及柳应亭 或者彭秀慧的粉丝 出现的 简单来说 就是感觉上都挺粉丝向的 但是粉丝向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你见到 入场的观众 他不只是留意自己的偶像 他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 都会主力留意自己的偶像 这也是很正常的 正如你出到街 你见到你太太 你都会看着你太太 你不会看着其他人 这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他不只是看他的偶像 当他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无论是第二次 第三次 甚至有些朋友说看到第十六次 他就会见到偶像的周边 有更多不同的东西 是被他发掘 是能供他去欣赏 而同一时间 也有不少的粉丝 看完第一次之后 都觉得作品很好 于是就带同自己的家人 甚至是朋友去入场 有些人 甚至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姜濤 以及柳英亭 但是他看过这一套电影之后 都对他们是赞预有加的 所以 亦都可以见到的 就是粉丝向自己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能够更多不同的人入场 里面当然是有非镜粉 或者非姜糖 非柳柳粉的出现 也是因为这一套电影 他们能够接触到原来 香港有一些不同的年轻人 那么努力做好他们自己的作品 所以得到非粉丝的喜爱 已经超越了这一套电影 所谓粉丝的向度 等于可能你会因为某一个偶像 例如姜濤或者阿扎或者AK 去拍某一个广告 于是你就会去买 那个广告里面的品牌 可能是食物 或者是一些个人的物品 但当你吃过那个食物之后 当你接触过那个物品之后 你就会发觉原来那样东西 真的挺好吃的 想说的是 粉丝向 非粉丝向 其实一直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那个食物 那个品牌 甚至是那套电影的内容 是不是一个好的内容 才是最重要的 唯有那个内容的质素 才能够决定到那个作品 是不是有价值 以及有持续性 相反来说 你不会因为我的名字 就是苏蛇的名字 或者我的样子 而进来这个频道 是绝对不会的 你可能也是因为姜濤 又或者Mirror 又或者是一些影评 或者是母亲有了第二个 而进入我的频道 进入我的频道的时候 在过程里面 你除了听我说姜濤 Mirror之外 你也会接触到我其他 对娱乐 或者对世界 或者对教育 其他的想法 那最后你就会 可能觉得我某些想法 和你都很相近 于是你就愿意继续去留下 继续去支持我的频道 这个就是超越了 一个所谓粉丝向的力量 而最后就是 彭秀慧自己也有说 有些朋友也跟他说 有姜濤、有柳应亭、有无信君 似乎有一手好牌 对啊 那账面已经是赢了 那导演的角色 仿刺也不是太重要 其实这样说 是完全抹杀了彭秀慧的努力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相信 就算你手上有四条帝都好 但你不懂得玩座大帝 你就是不懂得玩座大帝 你就是不会 能够赢到那个座大帝 所以一个好的导演 是绝对能够将这些好牌 打造成更好的排局 能够发挥到更临隶尽致 而我觉得彭秀慧除了有几个好的演员 去做这个电影之外 就是他自己将过去的学习 过去的一些经历 所得到的技巧 是倾足一百分地 放在这个制作里面 以至到大家 你不单是看到的是 牛长姜濤、柳应亭 你也看到背后的彭秀慧 你也会看到 背后的一些台前幕后的制作人 他们有多努力 去做好这一部香港化的电影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 继续支持这部电影 希望这部电影也能够有更好的票房 继续向三千万进发 而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 在这里再次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一次和大家见面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希望大家会等我 各位朋友再见 拜拜